文章来源凤凰网 网络奥斯汀美国州民报 Alton American Statement采访时表示 赵基安死亡案件的调查 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一直都视为是一起不幸事故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让我们相信 并非这样的事情 50岁的赵安吉是在2月11日凌晨 被发现死于德州约翰逊城 Johnson City 一个私人牧场的池塘中 赵安吉落水一个多小时后 才被救援人员 从淹没在水中的一部汽车中拉出来 事发之后 警方除了发布简短声明之外 一再拒绝透露事件详情 伍德林周一也再次拒绝 奥斯汀美国州民报的请求 仅称调查正在进行中 至于上周媒体报道 为何传出警方刑事调查之说 布兰克县政府发言人 阿许比 Timberley H.B.周一 将这些报道归咎于媒体 对该县向德州检察长寻求指导 请求信件中的一句话产生误解 但对于媒体及外界 索取这封信件副本的请求 县府官员予以拒绝 或贵于回应 奥斯汀美国州民报报道指出 这封信似乎是要求州检察长 对布兰克县保留 赵加案件相关记录 发表意见 CNBC上周报道说 布兰克县警长办公室 2月29日 在写给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 Ten Paxton的一封信中称 赵安吉死亡事件 不是一宗典型事故 Typical Accident 报道已用信件措辞提到 尽管初步调查显示 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但警长办公室仍将这宗事故 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 直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 排除犯罪活动 由于该报道的内容 与警方之前所发表的声明措辞迥 引发各界对于赵安吉之死 有更多的猜测 在CNBC率先报道这个消息后 包括新闻周刊 福斯商业 纽约邮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引用 奥斯汀美国州民报 根据德州公共信息法 Texas Public Information Act 向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 提交了索取调查记录的请求 但截至3月4日下午 尚未获得回应